朋友们 推网吧 我累了 现在这互联网上 都没有人骂我了 这一期 我本来就想写一点别人骂我的事 结果打开胃部以后 没有人骂我了 我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啊 不是说好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吗 你知道 我要想写这个东西 我就得先了解它 但互联网这个东西是这样 短时间内你很难了解 但是却很容易沉迷 本来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还在那一宿一宿地了解互联网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我一个段子也没写出来 但已经学会了三种舞蹈 八种妆容 以及十种和喜欢的人 推拉的恋爱技巧 他们说啊 想让一个人喜欢你 你要学会推拉 不要太热情 不要老找他聊天 你知道 这个方法真的很管用 我试了一下 现在已经跟我所有喜欢的男孩子们 都失去联络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 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 都会既带着U型枕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 会想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 会想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 躺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我今年36岁啊 我自己其实没啥年龄焦虑 但是你知道 每次我在网上 提到我的年纪的时候 都会有人惊慌失忌 哎呀你暴露年龄了 我都不知道 这有啥可暴露的 而且你想想 就小时候 我们学到暴露这两个字 后面跟的都是啥 暴露了丑恶嘴脸 暴露了虚伪本质 哎我现在感觉啊 就算是女间谍去卧底 别人给他抓了 你说你是 没错我暴露了 我是间谍 你是198 不要暴露我的年纪 给你拼命 就我现在真的觉得 网上啊 就是没有一个36岁的人 长得像那种正经的36岁 就是那种 我小时候 我妈 跟我妈的朋友的 那种36岁 就是那个年代的36岁 多真实啊 对吧 他们有眼闻 法令闻 鱼尾闻 小西闻 抬头闻 穿字闻 我妈还比别人多了一个王斯文 就现在网上的那种36岁啊 你别说36岁了 四五十岁的人 长得都跟20岁似的 你天天上网的时候 你就感觉 中国根本不存在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你就我这个年纪 我要发自己的照片 还要被人夸 我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配个文案 姐姐今年70了 夙愿状态怎么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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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